跟委員抱歉的我們其實是微生電子 那微生電子其實在台灣我們也是個上市公司 那我們其實從我們已經到現在已經 也二三十年的一個資歷在IP這一塊 那我們主要是做CPU還有晶片組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也開始往AI的方向進來這樣子 那剛好我們最近其實看到很多的應用 比如說我剛好有一些同學也是在台大 那像他們在那個他們廣東名校長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那些聽障的一些同學其實他們是看不見 所以他們就要他們是聽不見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一些熟語 那我們就在發想說其實熟語當然很好 但是其實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更即時的資源會更好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我們既然有做一些語音辨識的東西 那現在這種即時字幕的應用其實一直都看到 比如說現在我們順時中部長的即時的這種手勢 這種手藝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即時字幕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幫助很多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很多的應用產業有這個東西 那但是因為對我們來講其實我們是台灣本土的廠商 我們相對的資源或什麼也沒有辦法去跟這些巨迫去比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看有沒有機會把我們的產品介紹給委員一下 那因為剛才你也講愛台灣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說一些台灣的手藝群能夠有機會在很多場域裡面來發揮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的目的是想要把我們的產品介紹給委員 然後委員也跟指導一下 告訴我們說哪個方向我們可以繼續往那邊發揮 那這邊是我們的Profire 那基本上我們衛生店我說過我們也是一個上市公司 那我們的RPG大概有2000人 也Wall1 然後我其實我跟朋友說我最常想的是 就是最下面這個我們有帶6000個專利 代表我們也蠻深耕在進行這一關 那我們的老闆就是王雪隆跟陳文奇他們這樣子 對 好 那下一頁 那其實我們整個集團的公司其實除了我們衛生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做那個 USB3 就是現在的威風電子 就也準備在開始要做那個新貴 在做IPO 那除了這個之外其實HTC也是我們的兄弟 系修同盟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現在目前除了做一些嵌入式的應用 那CPU、晶片組還是有之外 我們其實在做很多AI的部分 包含工業4.0 還有一些車用的 EDAS的一些應用 當然還有零電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謝謝往下 好 那就請本經理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歐拉銘 好 謝謝 這邊是你的起源 大家以前就可能就從公司這邊我們看到 他還有一個主持一個P-Shop的實驗室 在做一個公司的增盟機 後來我們看到那個資本後來就覺得 我們有一些經驗 他們也在做這一方面的東西 所以可以跟我們 我先幫他們宣傳 對 公司是不獨立的 所以 我們不會政治指導它 但是對 我是有幫他們宣傳 沒錯 那我後來 因為我們也有做這一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就會剛剛有介紹 不一樣的做法 好 那第一個部分呢 我想讓我原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歐拉銘呢 除了 當然主要是要講字幕 當然在講字幕之前 我們可能要為我原介紹 大家在講明辨識 可能監督為主就會覺得說 你就做音箱 但是呢 我們其實就做非常多的experiences 我們最主要是想把語音辨識 做到融入的一個 融入我們的應用上面 會在很多應用上能夠融入什麼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正常來講 對 語音辨識的部分 就是字幕機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可能就是 我們比較擅長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識別的強化 這邊我想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融入式的產品 其實像我們這邊 我們也蠻看好一些在醫療部分的 那我舉個例子 像現在反應期間 大家其實都很不想去touch一些東西 所以像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其實接觸傳染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病面傳染 所以我們用語音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的符合這個人性 而且也是做到防疫 像現在大家都最怕按電梯 那如果電梯去講真的濃濃講的 那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重點 現在大家都看誰去按電梯 你按那我就不來 看很多觸碰螢幕 你戴手套沒辦法用 對 那你戴口罩當然還是可以用 對 沒錯 沒錯 那第一個部分我就講說 沃拉密這邊做出入式的語音應用 的介紹 也就是esculine design的部分 那這邊很簡單的先講說 其實語音辨識大概就包含幾個比較重要的技術 一個是幻體式的技術 那一個是ASR的技術 以及自然語言分析的技術 大概後面還有esculine的 語音合成TDS的部分 那大概部分我們就會先把這種部分 光是說幻體式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就可以把它拆出非常多的應用 甚至呢 我們就是因為幻體式的部分 就是講一句話它就辨識了 對 那這部分呢 像這邊我們在病床卡上 我們也有病床卡上面 就是我們衛生電子有做一個病床卡 那是希望說 在病床的後面有一個病疫卡 那病疫卡可能講了一些關鍵詞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相對的工作 例如控制電燈 甚至能夠呼叫護理這樣 這個我補充一下 剛好我們在這場域裡面 就是我們就聽到一個聲音很好玩 就是現在很在乎這種養生村 阿公媽媽其實他比較沒有人陪伴的時候 那很怕他在家裡跌倒 因為跌倒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然後我們在這場域裡面就聽到一種聲音是說 對啊跌倒那你就去按那個緊急按鈕 可是阿公媽媽都跌倒了 他怎麼按那個緊急按鈕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覺得說 在語音這一塊我們就可以來做一點簡單的 但是我們就是變成說一個關鍵字 那其實就可以讓一些人員來做事實的協助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都是蠻好的應用 分享給委員會 相信也知道 其實語音這一塊我真的覺得 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這樣子 對 那關鍵字部分呢 就我們單 因為它辦理的好處是離線 離線 然後就不需要說 它背後的資料就不必在網路上 所以單獨就可以使用 那後面ASR部分呢 我們就有應用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到字幕機 就等一下用人介紹 另外就是做輸入法 甚至說電話客服的部分 另外一式消息班系統 後面呢 也有一個朗日平分系統 特別提到朗日平分系統 這個是我們做給一個 我們有一個協議場 我們有一個應該算是 我們老闆的一個公司叫多補達 它其實提供台北市很多小學生的 朗讀語量 大家公司那個網頁叫LearnMode Mode是MOD 這個都 因為小學 有建於說小學生的 現在的人的朗讀 口語能力不好 口語能力不好 希望能夠多增加朗讀的作業 可是老師出一個朗讀作業呢 如果一個學生弄三個種朗讀作業 那班上有三十分鐘 老師就要花九十分鐘去改這個 看這個聽這個作業 但是如果能夠變成五分之的話 學生的 老師去改這個作業速度會非常快 老師比較趕出來的作業 所以呢 就有這樣的意義 所以這邊 我再補充一個 這是我 我還有一個見解 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在做AI 其實理思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剛才彭經理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是想要做A級 Computing這樣子 那這樣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大廠 他本身都是往原端去 那其實上次也有一個很好玩的事 就是你看到別家的小孩 那代表 很多不管是影音或是聲音或影像 都有可能會有影視權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邊也強調是說 我們有一些A級 那A級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資料是保留在你的Local 不用到影端 當然這個部分也是可以跟現在國外一些大廠 來做區本 所以這我覺得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強項 是我們可以support一些Edge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補充一下 謝謝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也有做一些 NLP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做網站的Volketboard的部分 我們也有自己NLP 那快點值加ASR的部分 我們也有做停車場的車操查號 車號查詢 就是說你車子挺好的 聽進去之後 可能用CAMERA是別的車 但是要領車的時候 一樣就是你要用手具輸入號碼 但是你可以用五音的方式去做查號 找到你的車 然後準備膚情的動作 那如果我們製作ASR加NLP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一些問答題 整情問答的動作 就是這部分 就是或是以後可以做智慧自動翻賣機 這部分我們可以做到離線做到200題到1000題的對答 就離線的部分就可以做200題到1000題的對答部分 那後面就是 如果幻影詞加ASR加自然語言 我們可以做醫生看診進入查詢 或是診間進入查詢 大概是這樣 那後面就是字幕機的應用 那我們現在常看到一些證券發表會 或是記者會或是氣象報 或是一些課程的 只能我們常常有些部分 常常會有一些重大的議題的時候 會有手藝人員在旁邊做 做同步手藝的動作 那我們就看到這種機會 所以我們有一個語音字幕機 語音字幕機大概就會把聲音收進來之後 送到我們OLARMOO的聲音 變成文字之後 我們可以輸出一個Color Key的畫面 或者是直接 用Ratial的方式 把字幕直接打在Ratial的畫面上 那OLARMOO的Solution 大概有這三類 又是指數字幕和同步字幕和後製字幕 那即時字幕的部分 大概是 你講話之後 字馬上出來 當然所謂即時 其實大概也是有兩秒鐘左右的時間 因為聲音要送到圓端 圓端最後文字提回來 就要畫面上 這通常存在於哪一種 應用產品呢 可能是觀眾跟演講者 處於同個場域的時候 就需要使用即時字幕 那同步字幕就是說 因為我可能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它直播 直播字幕 直播的時候呢 因為觀眾和演講者 不是處於同一個場域 也許我有機會 透過直播的過程之中 有一些延遲 畫面延遲之後 我就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比如字的修正 或者是 減少 減少 減少那個 字和 講話者之間的延遲 或者是 適當的斷行 或者是 你再講一個字之後 我把整句都秀出來 這樣就非常類似於 大家習慣看到你字幕的樣式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Solution 另外後置字幕當然就是 我們既然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可以存SRT檔 SRT檔最後我們用播放的方式 把SRT檔 跟卡拉基的畫面結合在一起 最後可以用VVDOMixer的方式 混合在一起 那第一個部分要介紹就是 即時字幕的部分 即時字幕這邊 就是聲音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 我們的麥克風 把聲音送到 雲段的Orami Server這邊 之後產生文字之後 再跟我們的 字幕機結合之後 就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有字幕跑出來 那這部分我們就做一個 一個小小的演示 那我這邊用的是一個 一個 台大管校長演講的一個畫面 真的?不能抽換成別的嗎? 什麼? 不能我現在講一段嗎? 可以啊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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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即時字幕就怎麼這樣 我來講 我先把它記到這邊的畫面上 origin的畫面上 一百元 原音電視 我先把這畫面電過來 现在麦克风是用 世界人权宣言 第一条人皆生而自由 在尊严及权力上均各平等 人各富有理性两知 成因和母相处 情同手足 人人皆得享有本宣言所载之 一切权利与自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见 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 财产 出生或他种身份 且不得因一人所立国家或地区之政治 行政或国际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地区息独立 托管 非自治或授有其他主权上之限制 可以提醒 委员将达合去接力 还不错 还可以了 其实还不错 这样大概九十五吧 九十二到九十五 那我就播一段说说 其实大家讲话可能不会说像 委员这样子的速度 或者是这么讲话这么清楚 那我就播一段另外这篇路的话 这种管中你讲的不清楚 不是不是 我就会 我想委员你理解就是说 只要不是吵架的部分语言 每一辈子都还可以 所以这样还不错 对 可是现在这样讲很好了 对 但是没有斗号吗 对 你们没有斗号 斗号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那个同步字幕就可以收到这个 这是即使的 同步是说要人去看斗号 对 我的意思说 你们那个就是spacing的那一部分 还没有做 好 那等一下再看同步 好 那另外一个 同步主要就是看那个编辑界面 对 那同步字幕的部分呢 就没错 就是说重点就是编辑界面 我们会把这字幕送出来 送到一个edif buffer上面 edif buffer之后 我们把编到一行一行之后 再丢到也许是蓝画 也许是一个color key的画面 那影像部分呢 他丢到video buffer video buffer 通常在video mixer 这边 会有一个video buffer 延迟可能在一万个frame左右 或是可以是更大的frame 一万个frame可能就有100多秒的时间 那两个画面重叠之后呢 就一样可以看到在同步的一个字幕方面 那它的流程就是说 我们在录影室这边呢 可以直接取得麦克风的资料 然后让一试叠之后呢 那做适当的断句和校对 校对之后呢 最后可以拍出这个字幕 所以我们在调 在识别之后呢 跟拍出字幕这分别要两个 调不同的人 因为一个人是听 一个人识别去修正校对 是听录影室的时间 但是这个字幕是说 播放出去那一个时间 所以它的时势图 大概会讲的就是 也许在录影室送出来 时间总是0秒拍 但是你播放出去之后 可能整体化 后面延迟30秒到 甚至100秒左右可能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不起 我想 有些人准备 我请教一下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在看 那个时中部长在讲的时候 那些首语人员 虽然我没有真的懂首语 但是我相信 首语能够表达的 也不可能是 时中部长讲的所有东西 对不对 这大致的意思 对啊 这跟我们同步口译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要 你要 就是传递它的讯息本身 它有一些修饰的词 所以当然就可以略过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种情境下 是不是 即使是没有断字 没有这些 分隔符号什么 这些 相信在实际的应用上 还是有它的 主要是断句 断句 对 就是说没有逗号 当然还好 但是 主要是说 如果 像我刚刚是一整串连起来 大概就比较困难 所以句号还是要有 逗号有没有 当然是 所以确实如你所讲的 不一定是需要断 对 没错 不过刚刚是句号 好像也没有 如果你有适当的停顿 是会有句号 OK 所以就我刚刚停的太短了 没有到有句号的程度 是 好 谢谢 但是这个句号 也不是语意上的句号 而是停顿上的句号 我理解 我理解 所以语意上的就是要靠这个编辑界面 但是 那我这底下呢 大概就会说 这边会有 会有分磁的结果 但是跑出自出的一些分磁的结果 那分磁结果 你辨识到一定稳定的状态 所以后面会靠 原模型去说不停的做修字 修到稳定的差不多之后呢 大概就往上走 所以上面就看到 是文字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改了诗底下 上去就一天上去 上面 因为一直在修正当中 你也不希望我去修正 因为等一下就被我改 理解理解 嗯 那现在播放的部分 就是 器杖曲的一个 一个实际的播放状况 是 我声音 我作法呢 等一下编我的方式 是说 我在声音播出来之后 稍等一下 我把声音 你现在声音应该是走的时间 蛮重的 你刚才想 比较 比较远 比较远 你的模型就比较难 嗯 对 这边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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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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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晚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在清晨之前在北部以及东半部 尤其是宜兰地区也有一些比较局部连心的降雨 不过白天之后整个水汽都是比较少的 虽然云层还是比较多 那另外呢中南部都是以维刀琴的天气为主 温度方面也来到了32度左右是比较热的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菲律宾东方的这个热灾性比较 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是在东南东方 1000公里左右的这个海域上 未来持续会朝着巴士海峡以及菲律宾北端的这个宇宋岛移动 对台湾的天气预计会在这个周末水气稍稍比较增多 明天的天气大致上还是以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半部雨量还是比较多一些 但是水气的部分呢是比较少的 以零星降雨为主喔 周南部大致上是以多一道琴的 没错 降来97 98 对 那我们的做法大概就是说 在这边有说呢 那大家如果听没静清楚可以点一下 对 听这个声音喔 你点这一道吧 对 欸 这边没有 没关系 看一口好像错了 观众朋友网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在清晨之前在银峰中半部 尤其是宇兰地区呢 也有一些比较局部联系的这个降雨喔 不过白天之后整个水气都是比较少的 虽然云层还是比较多喔 那另外呢 周南部都是以多一道琴的天气 你这边就可以跟医生宇兰地区做一些小改 中心就可以改 对 今天就是要东北风影响 在清晨之前 一直到南部影响的地区 然后呢这个sand是去sand去哪 那sand呢我这边可以做一个 我这边 我是subtitle 先把我这边 那我这边应该本来编辑的话呢 我应该可能在我这边的画面做编辑 编辑之后呢 我会送到一个column key的screen上面 好来讲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必须用自己的输入法了 他就是没有把第二第三候选词 用选的这样的方式 对 我没有做好来做这个 OK 高兴 那我各位可以先把他送到一个column key 我来讲 我来讲 那送完之后呢 我这边也可以 我在这个画面上 我可以把它存下来 把它把那个save subtitle把整个存下来 这边一直让时间也在 我们也把它存下来 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我们就可以再 我们就会跑出SRT檔 SRT檔之后可以 我这个可以再把这个画面 把SRT檔漏进来 因为虽然SRT檔可以直接载入到荧幕上面 直接跟影片结合 但是可能会 那画面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图里 可以用播放放 SRT檔 字幕用播放放放置放出来 那合成起来 跟画面就会非常一致 还是这样子 好 先关掉 那这个呢 我们之前这样比较起来 大概就是我们这边画面延迟呢 像之前的公式呢 很比较的话 我们有看到说 它们 因为它们被修饰之后 我们大概看到它大概也有20秒钟的延迟 并且它 当然它经过人修制 大概没有错字 而且它 它断行也有适当的断行 但是 因为它跟不上人的嘴巴 那像会让大家感觉上说 有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看字幕了 因为 它这个时间差太长 大概有20秒钟 但是如果你的字幕大概2秒钟 你可能 因为人家看字幕的模型 看到字之后去寻找 听到声音之后寻找一些字 所以这是2秒钟左右的延迟 是 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没有很好 但是也可以接受 但虽然我们这边 措置率 可以有 但是也没有适当的断行 但是 体验上面是觉得可接受的 但同步字幕的部分呢 我们经过 在播放之前的 一个适当的延迟之后 也许30秒到1分钟延迟之后 我们可以像画面的字 是没有延迟的 但措置也可以经过修正 但也没有断行的问题 那体验上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那当然就是修正 那个人打字要够快 是 那 那 那也想说如果这个 我们打字不够快 修字的步骤 我们也能让两个三个人 都是平行在一起 或这个还没做 对 因为这是单机的版本 那你的选字引擎的 刚刚讲的第二第三候选词 是指示你的前端还没写好 还是说 其实他后段现在也不能给这个资讯 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想弄成一个 像修路坎那种选字 那我们后段也没有 后段也没有选字 后段也没有选字 但是我们可以在 真的需要打字很快的人 对 对 没错 我们也可以在语言模型把这知道 因为语言模型到时候 也是很多字 去挑一个 几率最高 或者是语力上最容易挑的 理解 好 谢谢 我们在界面上 对 那后面的部分 大家就是要 就要讲说 我们在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辨识的部分 因为沃拉密这部分 其实在之前 大家都非常觉得说 东西语料越多越好 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 都号称说 八千小时 一贯两千小时 对啊 你没有去那个科技大雷台吗 我没有参加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看到那些 就是传说中的那些语料 对 那大概有三百个小时 对对对 现在都开放资料 可是那边也有提到说 不能商用 所以我们没有 现在我们搜寻片 可以商用 对 是 那 因为大家都觉得资料 越多越好 但是后来 我们在资料也是在建立的过程中 发现说 资料 如果你资料里面的错误量 一样跟资料量一起增加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反而只能说 正确的资料越多越好 但是可能常常在增加资料过程 增加的错误量 或者说这些资料 并不能够解决真正面对的问题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建筑说 我们有一个机制去 直接去带 一个语料进来之后 我们已经经过pre-test了之后 找到这个是真的是能够 真的需要训练的 不是我还没讲 第一个部分我们做scoring的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语料呢 是做适当的评分 评分呢 当然其中的最重要就是 辨识率的评分 我们不是要找最高的 也不是找最低的 最高的呢 其实一份语料在我们手上呢 一个小时的语料 我们要十几小时 二十小时才能变成语料 所以这部分花的能力非常多 但是我评分就非常快 一路辨识率的评分 非常快就知道说 太高分不能用 因为太高分 进入都给辨识 为什么就不需要 花的能力去训练 如果花的能力变成语料 去训练 那太低分呢 这个人可能 他的声音 也许这小朋友 他根本念这个课文呢 根本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正确的念出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那也不是我们收集的对象 反而是可能七十针到九十分训练 是我们需要收集的对象 那收集到这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会找出真的需要训练的部分 对象训练就经过一些pre-test 能力去检查 比如说他根本念错了 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训练那些东西 所以尽管他跳出来之后 通常真的训练可能只有10%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用人力去 跳出真的需要训练的十分训练 那资料分类 有些资料分类呢 是说这部分是因为联音字 这部分是因为中音参长 中台参长 我们把这些资料分类之后 用不同的工具去做训练 那联音字的部分 我们也是 是目前我们政治 全力在解决的联音字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问题去找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呢 经过训练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辨识 我们就有一些 也就是约经验的累积去找说 为什么我明明训练过了 而且训练两次三次都没有办法辨识 我们去把这些特别去找 为什么后来找 或也许就用这种方式去把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 那后面部分呢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资料库 一直都在搜寻 发现说这一类的资料呢 我们在标注的过程中 标注错误的 长期所有东西都标注错误 所以我们会去把这种 错误的资料全部再整理一遍 让这资料越干净 越干净 越干净越好 就洗资料 是data的部分 我们都透过这种流程呢 一次一次的做 发现说我们data量 后面增大数目呢 大概6000个小时之后 我们增加数目就非常趋狂 增加数目非常的慢 所以即使这400小时还能商用 现在对你的那个编辑效用已经逼渐了 我可能如果拿来用的话 我可能会找出10%左右 了解了 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可以辨识 那我举一个例子 即使我们刚刚看到这样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一个编辑率 那我们实际上拿一个 一个电视节目来试 那你听到 这电视带来是这样的 我是赵少康 你来到TV编少康传记 是在我们现在特别的 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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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当然是非常的不合适 非常不合理 因为你看看不懂这些字 那就不合格了 但是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 很可能做一些一次的训练之后 大家就已经可以变得说 一眼看上去大概快速看 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 那为什么会有些智慧这么难训 会这样子呢 因为可能大家口语的关机 你可能对尤其是这专业的广播人 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人民 对一些数字非常的清楚 可是他对于中间常常在讲的话 他觉得他就很快速的带过 那快速的带过 他也不是非常清楚的 讲话其实都非常难辨识 就这样人与人沟通之间 我并不是每个字都有意义的 你也不是每个字都需要听懂 在语音辨识期对这些 这些助词或是罪词 是非常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经过这样训练的时候 至少能够变得一篇文章 是能够比较看得懂的 大概是比较努力的 那这个数字比较小 大概就是说 我们做过刚刚这样训练之后 我们这边 先跟委員讲一下 我们的正确力的带动 并不是跟其他一样 用WER的方式来判断 那我们是用正确的 百分之百辨识的句子多少 我们训练单位都是句子 句子大概是十个字 到二十个字左右的一个句子 那如果要在字幕上呈现 很在意的是说 错几个字 大概错超过 如果是错超过百分之八十呢 这个句子就几乎没有办法在画面上出来 出来你也看得懂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句子的每个 例如百分之百辨识的在百分之几 百分之九十的在百分之多 我们可能在百分之八十之前都算有意义的 因为在画面出来都看得懂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评估 我们经过这样一次一次训练之后 你看如果是我们开始 即使一般读稿能够有很高的辨识率 但是它经过我们特别挑出来的 特别挑出来一些 像这个少汤战宁 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的语音 发现说一开始只有非常低的 只有1%左右 那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 后面我们一次一次的做之后 后面可以做到百分之五十几 这是针对赵少康这个人的语音模式 对 没错 所以当你有多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做语者识别 然后套不同的模式上去 其实我们这样在做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观察点就是 我会不会影响到我整体的模型 事实上我每次在做这种训练 我模型都是缓步的在上升 general的语音要是缓步上升 但是我对我训练的方式的tugging 却有很明显的提升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既然我不能影响到general的效果 但是我的tug和domain 都能够有很明显的上升 那这样做到后面 其实他如果托完80%之前 几乎都已经有90% 90%以上的辨识率 如果你用80%很格的话 那换句话说打在字幕上面 你会几乎看着陡 即使你不需要挑这逐件 就幾乎看得懂 後面也介紹歐拉密這邊的強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做電話語言的部分 我們之前Google有一個Due Place的影片 其實我們目標就是做這類似設定的 後面就是台式中文 因為我們的聲音都在台灣這邊收集 你像TVBS就四個月就沒辦法 對對沒有辦法 但是我可以訓練他 但是我們沒有特別訓練這些字 或是說TVBS他來賓討論的東西很清楚 我說這四個字 他說四個英文字 對因為這四個字其實是一個專有名字 所以理論上你放進去是可以訓練的 比如說可能你本來的模型裡面就是以中文字為主 所以比較難放這種連續四個英文字進去 當一個就是風靈的那個詞啦 但是這個當然改一改住可以 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們建議要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現在我們的董事長就是TVBS董事長 對 所以TVBS四個字認不得 這個可能有一些後果 對 是的 然後 HTC三個字認不得 沒錯 其實這種中英文混字這個狀況 其實就是說你只要放進語言模型 我們聲音有收集到 你放進語言模型 因為你有這次進度會出 對 我剛剛並不是在講英文字 我只是加英文字母 對 字母本身也是這樣 字母是最好放的 對 但是其實我們平常如果是以中文為主的話 我們並不會加在整個英文字 對 但是縮寫的話 那還是會這樣 我會說NCOV 這個一定會這樣 COVID-19 之類 那這個時候COVID這五個字 理論上 是理論上跟中文字 是應該要一樣好辨認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必要 嗯 那 那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單一個字母而言 你覺得是單一個字母 可是我這邊訓練並不是 例如BNW 你可能三個字要合在一起 才能夠辨識 對 當然不能說B的訓練 但你有訓練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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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的意思說你還是把它看成中文一樣 對 它就是一個trigram而已 對 其實你即使用全形的英文字 把它當一個中文字去訓練 對 還是可以找得出接過來 沒錯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對 對絕通的聲音呢 是我們特別 那 你有當度的 對 沒錯 那台語的部分呢 是特別是 可能只有我們在做 等一下我可以播 你公園運作 也有一個 一個team做 但是好像比較沒有上傳 對 對 台語裡面有做合成嗎 沒有 OK 我有認識另外一家叫異傳 他有做合成 但也有做英語變成 對 對 另外就是比較有客製的話 就剛剛透過那個流程 可以讓某個情景 某個domain 能夠 客製能夠 本來變化不好 可以當然調整 另外就是系統應用的部分 因為我們 應該說我們最擅長做系統整合 可以把這種 明音編制放在系統當中 不同的實用性 配合在視頻裡面 好 那 那 來介紹他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 那我在 最前面 我再介紹一個 播給影片 就是 這是 不好意思 要回到最前面 我最前面有放一張 來喔 來喔 快點來喔 我頭的VC 要來介紹 我公司的新產品喔 什麼新產品呢 就是 你跟有名聲 會跟有最出名的 蝴蠟蜜啊 就是 一種 讓電腦 聽不懂的 意思啊 還要 其實這兩個 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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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次我們在教育訓練他都沒有跟我們講 即使就突然就上去我們都嚇你了 因為台語音量比較多 理論上便是正確的音量比較好 你可以用的那個 就是同音字理論上比較少 但是當然只要講的人很自認槍遠 可是我們在台語這邊遇到的難題是說 它的市場太小 變成說我們很想多投入 可是台語就是同學就這麼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遇到一種狀況 但你如果要做你剛剛講的醫療用途的話 這個還是得碰 因為很多長輩尤其你長照的時候 你要他就是跟講Siri那種自認槍遠的 不可能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 其實我們在這個剛才講的裡面 有一個我們就是在做醫療的跟老人之間的互動 那因為有些時候 就像我自己有時候我去看電話 真的等兩個小時只看兩分鐘 那過程裡面其實很多的事情 應該在整前解決 那我們其實現在也是想要 有跟醫院在做這一塊 在前面就跟阿公阿嬤 那我們就知道他所有的狀況 那進去就直接彈到職業 不用在乎那些事情 對 為了時間我再跟大家 可以看一下整體問題 整體問題 當然我們最近電話是非常簡單的問題 你身高級公分 例如170 請回答170公分 168公分 你體重級公斤 例如510 請回答50公斤 66公斤 你生日期年7月5號 例如1991年12月3號 1980年6月6號 那大概 那大概就是說 不好意思 那這個大概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可以做 這裡完全離線 然後這個系統 這個只是一個網頁而已 其實這是一個supervisor的畫面 其實所有的辨識 可能都在這個小平板裡面 其實我們覺得 語音辨識就 你不應該用字去提醒人家 也許你用一個表情 還有一個卡通的表情提醒人家 那不應該出現字 字是supervisor的看 那所有的運算 都在這一台 模型裡面 它大概可以做 200到1000句左右 甚至一個 也許在醫院的一些 像是什麼 診錢需要做的一些判斷 看你的視力啊 或是做一些什麼 光盤密電的一些判斷 那些圖片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而且這邊我想補充 因為我們實際在醫院的場域裡面 遇到的就很好 有些醫療是在偏向 其實它沒有網路 它沒有網路 它一定反而是要一些Edge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也是覺得說 這是我們本土廠商的一個機會 對啊 OK 但這只是在那個 就是運用的部分嗎 你training的話 Edge有train回來嗎 目前 應該已經可以了 就是model 弄好 對 data收回來 然後model 再train更 再進來 對 還是published model 對 不是所謂 federated 對 比較困難 沒錯 對 因為現在的Edge 要真的做到那些 訓練的東西 可能做influence 我覺得還可以 做到真的訓練 有它一定的難度 有它的難度 對 其實說 如果法令規定說 它的個子就是不能出診所 對 可是所有的診所 都還是要一起訓練一個東西 對 就是你知道運的頭皮 可以去做 federated training 所以這確實目前還是 research 對 比較難 deploy 對 OK 很棒 那所以現在你叫一個開放AI平台嗎 所以有別人在用嗎 有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哪些是第三方 這都是我們做的 這都是第一方的 我們開發的 我們是有一個開放平台上 以及讓學生使節在那邊註冊 然後使用 那包含語音辨識的部分 以及包含我們跟NLP的部分 甚至裡面提供一個 一個設計好的一個換形式 這樣 有一整套SDK 讓學生或者是有興趣接觸 接觸語音辨識的人可以寫 OK 所以這個SDK 它就是你們會寫一些程式碼翻例嗎 對 那他們就自己去蓋 對 OK 所以大概哪些地方在 在學校或哪些在用 現在目前接觸還是學校舉多 對 我說 包括高中 國中 現在看到都大學 都大學 都大學 黑客送 對啊 OK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就是說 如果它要做像黑客送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可以節省一些開發的一些力氣 對 那在你們的這個套件裡面有 好比像說Edge的部分嗎 還是就是雲端的 對 所以Edge就是你們先自己做看看的一個東西 對 是 好 目前我們台大 台大那個創客送 或者是去年年底的那個 清代黑客送 我們有參加 也有提供套件 讓學生能夠使用套件 你的輸入法是 好 我只是說 只是這邊 這邊我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說 我可以做 所以這個東西呢 麥克風測試 我可以 我可以幫辨識結果丟到任何一個 網列的Edit Box上面 好 這Edit Box 我可以用辨識的方式去做一個 丟到任何一個網列的Edit Box上面 你就可以不用手去輸入 尤其是像一些Keylask的經驗 可能沒有辦法去 去 用keyboard去輸入 你就用你的方式 這就是Windows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做 比如說Android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環境 其實我們也是用Android 做完辨識之後 丟到PC的這個 這個application 再把它丟到你指定的Edit Box上面 跟你們策略上面有做一個 好比上說Android的輸入方 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剛剛講說 從一般的 就是 使用的情境下 你收到的資料 對你已經不是非常有意義了 是這樣嗎 因為像 Air Labs 他們就是做一個Android上的輸入方 當然後來IOS上也有 對 它的目的當然很明顯 就是要收這些Corpus 那我不知道這個對你們有意義嗎 我們是沒有做這一塊 因為那時候的想法是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說 如果蒐集這個其實整體這個 反而會花更多的時間 對你後面如果有Pipeline 對你有幫助 對 你要是沒有那麼多人在那邊 做Tagging做Coding 那其實就是只會 只花PR的錢 然後其實上又賺不到RD 對 對 所以我蠻好奇想問 那像AI Lab 它後面有很多標註人員在支持它嗎 它有一些人喔 可是它是一個非 非營利為目的 它還可以做到這樣子 對 主要它 你把它想成一個育成中心 就是說 它找到一些好題目 那些就會spin off 對 所以它的階段跟你們不太一樣 你們比較像是 事業體裡面一個單位 你要橫向去empower你的 別的事業部門 那這個才是主要的mission 那往外面2C賣東西可能 不是你們主要的mission 對 那他們的話就是 2C找到一個Fit Fit之後 他的這個團隊也許spin off 也許怎麼樣 對 我想策略會不太一樣 對 對 但台語我想是很棒 嗯 顯然是表示你們試驗體裡有需求 這樣 不管是這個照護啊 或者是什麼 對 OK 好 看有沒有要補充的 對 我覺得到這樣也很棒 對 應該是說 因為有人就說 我們也是希望說透過讓 有人知道說 其實台灣也有一些不錯的一些 本土的廠商在這一塊努力 那如果說有什麼機會 也可以幫我們推薦 其實我們有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最需要就是 有場域 落地 然後能夠去發揮它的功能 但有些時候 我們有時候面臨這種 就是像Google啊 Microsoft這些巨破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說 蠻難 蠻難真的能夠好好的 去發揮的 那主要它有一個神態系 就是有一大堆人幫他們寫錢 對 就是Google弄一個API出來 就是有什麼autosub啊 什麼東西 那其實都不是Google的人寫的 那就是 大家這個沒事就幫他們寫一寫 那 所以其實 即使它的辨識率不高 你錢都要這麼多 然後都有feedback 那慢慢就變好了 是啊 所以我想就是 我想你們前段的部分 如果目前聽起來 還是以大學練習為主的話 我覺得 也許我主要能夠幫忙 就是說 我之後如果聽到你們 有上前段上的需求的話 那就告訴他們說 那Olami也還可以申請 對 那如果它有Edge的需求 可能就要單獨跟你們談 你們目前沒有這個SDK 對不對 是 好 看其他還有沒有什麼 我可以幫助你 嗯 是 你們現在Cloud的那個 你的SDK有台語嗎 沒有 OK 那所以我如果要測台語 我有什麼辦法嗎 還是 測台語的部分 可能我再提供 賬號 OK 好啊 因為我想就是 因為之前 AI Labs也有給過我們 他們的那個 就是 就是翻譯中文的 那個API 那個是在整套 就是亞庭網站上線之前 嘛 我們的一些封測 然後也給了一些feedback 那但是因為 看起來你們已經 早就過了那個階段 對 那所以反而也許我可以 給的一些是台語的 因為台語的 我之前只接觸過異傳 那異傳目前的正確率 也還在 就是 大家的正確率 都沒有像你剛剛Demo的那麼好 那當然就是說 我現在也不知道說 你是不是券的時候 只用那兩個人券 好 我也不知道我有哪些可以幫忙的 對 但是我想台語是真正是有需求 然後 公式也要好 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也好 本來就是台語 就會有一些 國家語言資料部的展示 的這樣子 一些工作需要做 所以我想文化部的朋友們 或者是 公關集團的朋友們 因為我上 公式台語台 我的機器人上公式台語台 他們也有提到說 其實他們 現在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講的一定都不標準 這是無所謂的 但是就是說 他就要一直來糾正你嘛 那就正音嘛 你講標準我也是 可是你如果要每一個來賓 都有一個陣營老師 一對一 公式台語台沒有那麼多人 對 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個 類似像你剛剛那個 朗讀的 輔助者 那你給我一段台語 那我就 念的就是 有點就是 爛爛的 但是他告訴我哪裡 翻譯不對 那反而不是要挑他 是他來挑我 那這個我覺得是 很有幫助 對 而且他們那邊 一定會很需要 那他們 來賓來以前 就先用這個程式 用到三百小時 再給我上節目 這樣子他就不會 在節目上一直吃螺絲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scenario是 可行的 那可能比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公式上字幕的那個delay 其實他可以技術性延遲30秒就解決了 對 他其實不需要用你這一套 他可以用他本來那一套 只是多一個buffer 對 所以這個大概不會構成他來找一個理解 但是台語台很可能有 對 所以我想如果你可以 反正兩個API我如果可以都喘一下 對 反正我剛看到你們竟然有pro的這個套件 那就很棒 因為我就不用 我喜歡換語言 對 那我就先自己測測看 那如果就是台語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再跟不管公式台語台 或就是民間一些台語社群的朋友們交換一下意見 看說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讓我們在現在台語台 剛好他在剛開台嘛 對 就是這個母語複整的這個過程裡面可以先做些什麼 對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華語的部分 剛剛講就是單一字母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長間隔斷行 然後短間隔斷空白 這個我知道技術上很難 因為你們要改整個系統下過才能夠做到 但是也許可以考慮說就是你剛剛那個編輯介面裡面 它的就是在辨識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把那個segmentation弄得再少一點 因為剛剛聽起來只要我中間不要停頓很久 你全部都是一大段 對 那這樣在編輯上其實很困難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就是即使你現在都不調你的模型 完全只是UI上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說就是大概一百字或甚至不到一百字八十字 就無論如何應該要斷了 就無論如何 你在這個scan裡面 最長的那個間隔即使它是短的 你也應該把它算成斷行 不然的話我覺得在編輯上 就編輯者是很困難的 對 那其他大概就是剛剛講的單一英文字母 大概就這樣 我覺得已經很完整 完整度非常高了 對 華語的部分應該就很好用了 對 那我們這個反正也沒有什麼業務機密 我們就 如果大家同意我就直接投到我們YouTube上 對 那如果大家看了之後就直接跟你們聯絡 好 謝謝 真的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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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再等你們的APIP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台語的部分 台語有自己評估啦 台語大概要做到五百小時左右 就是 大概我們現在大概做到 大概一百出頭 但是公式台語台有很多預料 是的 對 目前收集預料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啊 但是如果能夠跟這個恆作是 跟台語台 台語台每天都在產出預料 對 所以我覺得台語台的一個好處是說 它的收音設備非常好 對 所以對你們來講 你清的那個成本很低 而且因為其實你要找非常懂台語 而且能夠飆到聲調的人 那個單位成本非常高 對 就是有台語老師幫你清完這個 我覺得至少對你boostrap 會很有幫助 那我們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